今台 小跌做手 小跌了5.8249点 亮的来到了三个六 这个六六大顺之下 立刻来看到是在 刚刚外资期货里头的 多空单 不仅还是呈现了 空单的加码 空单增加来到1578口 这个震荡的气氛 是不是还是要等到 这个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 以及包括了这个台湾 放了四天廉假之后 下礼拜才有机会 能够稍微的 这个波云见日 我刚要等立法院吧 好多变数 好多变数 我想这个联准会也是个变数 不过 我们从美国股市 这个技术面来看的话 已经 S&P快要来到历史的高点 这个在时间波的架构 我们要跟大家提到说 月到九月底的话呢 如果S&P500 或者说道琼工业指数 能够再创今年的高点 或者来到今年的高点的话 那一般来讲 以长时间的时间波的 规划来讲的话呢 美国股市今年的年底 会收到最高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 技术面的一个拉回 这个是长久 如果你看看 看我们节目 我们都会不断的 跟大家提到一下 所以在架构上 如果以国际股市来看的话 你看不到什么 比较大的变数 像德国股市都创新高了 包括美股啦 这个重量级的股票 股票市场上都是创新高 国内的变数 大家倒是比较担心一点 可是外资并不担心 外资最近在亚洲市场上 是拼命在大买的 所以资金又回流了 所以投资朋友 我常常讲说 可不要啊 钱都被老外赚走了 你还是在那边吃吃的等 最近市场上经常说的 双嘎 就是嘎空单 有些人还在放空 因为他认为说这个变数 要在这个放空 另外呢 还在做这个 还在空手 或者手上套牢股票 就是一直在那边等 这些都不是操作 一直以来我都跟大家讲说 股票市场上 或者说金融商品的操作 一定是长期稳定的 而且要有进场 有进有出 因为没人知道 下个阶段会涨到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先讲指数 你就大概懂我的意思 只是我每天跟大家讲方向 今天11点半跟12点半 是不是还是一个拉抬呢 是个多方惯性呢 还是呢 今天的指标 到底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这些就是指数比较简单 指数只要掌握这个 技术面的一个架构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先看这个技术面的架构 那么 这个11点半到12点半 事实上是属于偏空的 今天偏空 可是指标并没有转弱 今天大概的焦点 就最后一笔突然间拉上来 事实上最近这些迹象 都可以显示政策在做多 政策是不愿意让这些政治层面来 来干扰 那么我认为这里做多的机会很大 事实上影响台北股市也不尽然完全是欧美股市 甚至大陆股市也是一个重点 我也跟大家提到过 大陆股市已经进入了 有可能是十年的长多了 如果这个市场上是十年的长多 它变成 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留于这一个观念 那也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国 那么它的经济会联动我们的经济 那么我们的法案如果推动快一点的话 当然这跟它签订的 或者跟亚洲市场上一些国家签订的 像福茂协议这种协议的话呢 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会很大 所以大家不用执着我所有的执着政治人物也好 投资者你做股票也好都不要太执着 心胸放大 你会做得很好的 我想还是这一句话 好那么这个架构上的话 我们再来看看说这个市场上 我们先把它调一下 我们把它调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也跟大家提到说这个观念在这边 这个是这一波行情 行情的架构 当然这边还有 因为这个电脑 这个框框被陷住了 没关系我们就这样看好了 好 你看这样的一个架构 我也跟大家讲说 投资朋友你要记得一件事 金融商品 你指数也好 个股也好都是金融 你可以做 我记得你跟大家提的英镑 已经看到1.59了 你看英镑一直很强 你可以朝一下做任何的金融商品 就是说 你要持续不间断的投资理财的 而不是说想到今天做 等那个风暴过了 等这个等QE怎么样 因为你有一套你的操作模式 因为金融市场的变化很快 每天都有怪事情发生 不足为奇啦 宏达电短短两年的时间 从1300掉到130你看看 他两年不到的时间耶 你没想到金融市场上变化有多快 结果你东也等西也等 宏达电等了半天买到1000块 就掉到130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怎么办耶 这都不对喔 金融商品的变化是持续性的操作 这个是指数 加钱指数 我们说你这里有一个转折点 这里有一个转折点 这里做多这里出场 就算反手放空好了 你每一个动作都要做 你才不会在选择中 这里啊我认为这可能是 是这个政治风暴啦 或者是叙利亚战事啦什么的 那干脆不要做好了 那这个再跌下来了 那这里说啊 这个 大家都认为市场上应该看空 这里不应该做多 这是你个人的主观 但基数方面这一段是400点耶 这一段是400点 所谓长期稳定的操作是 这一段没啥行情 我们啊 够减啦 这里做多 这里出场 小赚啦 这里放空 这里怎么样 没啥输赢 但这个地方你如果 还在用你的这个 自己的模式来判断说 这可能会跌啊 这个市场上 这个叙利亚不是会 战争的一大堆的啊 结果它涨了400点 你又错过了这一段 所以金融商品的市场上 不是用自己的主观意识 去判断说 这走好啊 这卖走好啊 不是不是 你看这段时间啊 从叙利亚这个 慢慢的告一个段落之后 国内的政治 政治分寸 昨天不是涨了100多点 可是投资朋友的融资是大减的 这很奇怪 所以市场上才说双咖 投资人的筹码叫做融资 这大家应该知道 筹码的筹码叫做融资 可见啊 我们这个融资 所谓现在都很低 所以这个啊 欲小不易 中秋变盘 不是你想的 阿土阿没中秋节 我们讲中秋变盘 是在十月中旬过后的一个架构 因为那时候全世界正在 所谓的Q13 不是啊 这个Q13的财报的 Q13的财报 第三季的财报 财影响转折 所以你把自己绑住 把自己绑住了 要了解市场上 要了解全方面的 全方位的金融商品 那现在啊 这个出场之后呢 这里又翻多了嘛 这里又翻多了嘛 稳定的操作 合情合理的操作 无意不语 每一个动作都要去做 都要去做 你才不会啊 这里选择性啊 这里做空啊 想说 可能没什么输赢 那算了 不要再做多了 结果这个涨四百点 你就会错失 金融市场的操作 老化一句 长期稳定的操作是 是在每一个动作 都要把它做出来 然后从这些动作当中的话 这个 这个赔小赚多 大概就是这样操作 其实我经常观察一下 他说没什么输赢啊 输赢不大嘛 可是对的话就是三四百点 这个就是操作 这个才说 没有自己主观意识 没有马王之争 是你自己这样的操作 合理的合情可以操作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国际股市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回归我们的架构 来跟大家提到 那么我们的这一套操盘工具 最近很多人在询问 我也跟大家提到 这是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户 如果你是一个大户 你当然要使用这种的啊 资料很丰富啊 这个软体操盘工具啊 不是只有技术面 一般的都只有技术面而已 然后呢 会很偏颇 什么量啊 或者阻力啊 什么这些 这些都是市场上公开化的东西 它没啥学问 有些东西在变化 在变化 国际股市在涨什么 像这个英镑昨天最高点 我们都看到1.59了 这个是 你看我当时跟你讲 英镑的时候是1.50 现在1.59了 汇率这样是变动很大的 你可以赚很多钱 好 那么我们就今天 增列了一个奢侈品指数 因为这个跟SMP有很大的联动 它会领先SMP 那么SMP近期又来到高点了 那这个如果先动的话 那代表年底 三个月之内的SMP都还有高点 股票市场上 它就是一门统计学 我们做什么都是统计学 为什么今天大力光就没高点下跌 因为苹果是跌的 苹果跌 大力光就跌 陈宏今天持续破底 因为苹果跌 同志们都会说 这就是统计学 你要统计苹果是跌 你要知道苹果是跌的 那当然这些概念股就容易下来 这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金融市场讲的 我们跟大家讲 金融市场讲的就是一些统计学 你如果在 接下来 我们政治分争高的段落 那联主委再开会 这天 今天明天后就是这样而已啊 对不对 方向出来了 接下来全世界在大涨什么样的股票 你要领先知道 所以大户要的是这些资讯 那些资金很大 庞大部位的这些 这些投资人 要的是这些资讯 不是要一个技术面 KDRS还懂那些的 不是要那种 你想也知道 那些技术面 是这些大户做出来的 他要技术面干什么 但是他要知道 全世界在流行什么股票正在涨 全金的产业在哪里 这才是重点 所以一套好的超盘工具 一定要有完整的 而且最新的即时资讯 像我们这一次在 我突然间 我昨天跟大家讲了 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开始增列什么 奢侈品指数 因为他要来追踪 对我来讲 他是要来追踪什么 S&P500的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我们再来看看 那么 一样来到美国股市 你看 苹果你看 苹果我跟大家讲 苹果的关键价在多少 还记得吗 465 昨天一口气全部跌破了 昨天跌了3.18% 这个讯号通常我放在 这个讯号通常我放在 这个超盘工具里面 就告诉你 苹果 这个都是空头的讯号 苹果已经慢慢又转入中空的架构了 因为啊 465 那个重要关卡 那个颈线位置啊 我今天应该有带来给大家看 就这一个 就这一个点 苹果 苹果好不容易回到这个上头 这是苹果 好不容易回到这个上头 这两天居然用跳空的 连续跳空的一个大点 那么跳空有跳空的技术面 这个跳空必须三日回补 结果他不但没有回补 再跳空一次 这个就是真正的跳空缺口 缺口 缺口有两种 一个叫普通缺口 一个叫跳空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成立 这个三日之内没有回补 那个465以下的空间就确定了 苹果就进入技术面的中长空的架构了 到这边要按条好不好 所以软体上 操盘工具一定要跟大家讲明的 苹果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么 美国股市这两天也没什么行情啊 平常呢 这一些股票都 这个涨涨跌跌 比较明显的是 这个VMW 创新高 还是在创新高 德国这档股票 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 能源 所谓的电动车这一块 还没结束 你看 Tesla还在高档 昨天都还 虽然没有大涨 可是他还在高档整理 都没有拉回的迹象 韩华新能源就是中国的太阳能 昨天涨了9.5% 有没有看到 韩华新能源 中国股市的太阳能在涨 中国股市的太阳能在涨 那么 这是在美国挂牌的 我们来看看中国股市的内容 你就知道了 中国股市啊 阳光电源又再创新高了 这是中国内地的一个太阳能 这是中国股市的 陆股重要个股的收盘 有没有看到 陆股的涨跌顶是10% 你要拥有这样的一个资讯 这个阳光电源啊 深入通信跟企机 做一样的东西 最近在4G的题材 从这个光纤这一块 转到了微型基地台这一块 所以你看企机是很强的 6.85的企机啊 最近老是在高档震荡 当然最近行情比较没有 量比较缩嘛 不过都快要创新高了 法人爱买它 很多啦 你看昨天的创业版 再创历史新高 什么铜花顺啊 这是做什么的 这个金融报价软体的 它跟金城是一样的东西 金城现在的重点 几乎都已往大陆去弄了 每一年可以三到五成的一个成长 因为这个区块很蓬勃发展的 金城资讯的话 上半年的EPS 上半年的营收 比去年成长七倍 所以你从这里面可以挑到题材 也可以挑到个股 题材的个股 那么也可以挑到这些 这些个股里面 选择基本面最好 最有题材了 好 你看七级控股昨天涨停版 今天 今天再度直接跳空涨停 这是中国股市的啊 人民王啊 人民王啊 今天上海钢年又大涨了 昨天涨10% 今天上海钢年再创 应该是历史新高了 这种三字头的都叫什么 都叫做创业版 三字头 人民王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天天大涨 腾讯控股 知道吗 昨天已经最高到422 收421 这是香港的股王 叫腾讯控股 已经又怎么样 又是历史高点 又是股王 你看看 这一块就叫做电子商务 创业版指数转移涨2% 创业历史新高 所以这个 当你资料都收集清楚了 你就知道全世界在涨什么 你这样的操作才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看 从这个格局里面 我们来看看 像这个 好不好 电子商务的 这个 之前我们因为这个 跟大家提到 之前我们就涨这一段 涨这一段 跟大家提到这一段 后来又多涨了 一段现在又创新高了 这是标准的电子商务的概念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顺便来跟大家讲股票 因为股票市场上 它是很有趣的 譬如说我们列的这一档 3665的做代表股好了 这个股票 这个架构是在这个情况之下的 来我们把它列出来 好 那么我们把这些股票 把这个时间还够 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 那么 我们说实微 当初的实微 当初我们操作实微的时候 来把它找出来 实微 当初操作实微 实微 做了一段 实微是 当初我们买的时候 是这五月份的 是100块左右 后来涨到260来出 这个F帽连 9月22号 是这一个点 我们把它稍微移过来一点 让大家看到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 是这一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是 这个是 是6月27号 特别 你看到这个时间 6月27号 我们看到 6月27号 6月27号 就这个 这个转折点 有个三角形 6月27号 那么我们的操盘工具里面 当天会跳出这一档来 就这么一档而已喔 没有什么五档十档 二三十档 那也跳出来 就这么一档 那其实我们当时 一直跟大家讲 Tesla Tesla在动 这个点就是 这一个点 是50块附近 涨完之后 后来的这个 当近一个礼拜 停在这里没动 你认为 这个是业内主力 人家买股票也要布局啊 有没有 他知道国际股 是Tesla在涨 所以才有这一档股票 这个叫 6月27号的 9点22分 F帽连 结果 F帽连 涨到这里 160几块 你50块 涨到150 没关系 做一个卖出的时候 这一两天 又开始转强了 你就来回来回的做 只要怎么 Tesla没有大跌 另外的 10位就做这一段 10位这一段 有没有看到 10位就是这一段 也是十几支的 15支涨停啊 所以我说过 我们的客户就是这样 这个叫 说到做到 买到赚到 这个是 是这一档股票 那么其他的 我们等下半场 我们再来 一起来跟大家 讲解个股 还是老话一句 把握行情 不要用自己太主观 的意见 好 我们台国新工累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维大利 伊大利 伊大利 维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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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啦 开心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 每个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 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新闻 开学咯 华流封面人物 王兴玲 西坤大币做幸福收寻招 优胜 炎雅伦 林一成 白秋 士林 明星都在读的95本书 你看过了吗 由一号 华流限量负责 幸福书签 必输进暖男特辑 提示消息者的华流伏寸 88路线进展 本车开往台铺大道 第二杯半价 一共88元 台股受到激励 家庭局所开盘 上涨88点 最后的消息变述 三立财经台 在88频道 范依华 蔡伟霆 李星云 楊一梅 陈书贤 王志玉 台铺的起点 就在三立财经台 鎖定巴巴 每天发发 开学咯 华流封面人物 王欣灵 新闻大币做幸福收寻招 又是 炎雅伦 林一成 白秋 士林 明星都在读的95本书 你看过了吗 由一号 华流限量负责 幸福书签 必输进暖男特辑 提示消息者的华流伏寸 全新观点不超爆 每日关键报告 领先各大媒体 趋势 我说了算 让您财经早知道 国际财经零距离 Makno News 让您独立思考 产业分析最犀利 带您抢先获利 鎖定巴巴 让您轻松前混钱 就在三立财经台 欢迎再来回到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 好 再提到这个个股之前 还是要问一下这个点来的个 怎么来看他们前大盘 相对比较震荡之下 是不是这个投资人 要稍后再来进场会比较好一些 股票市场上是你要有准备 至于说这个时间点要看 技术指标它有没有转强 比如说你打算在一直看着这个 Tesla来操作这个F帽连 那么这个F帽连它一定有 有这样的转折点 它有这样的转折点 那么你不必 我再讲一遍 你不必因为这个叙利亚 政治面干扰 马王什么的 不用管它 你看这一个点 因为你掌握Tesla还持续在涨 这个点就是你的绝佳进场点 这个我箭头往上 我经常跟投资人讲说 我们的这个操盘工具是很简单的 这个很清楚啊 这一根 这一个点 有没有 这一个点 这一个点的话呢 就已经跟你指示了这一个 所以你这一些多方进场 停损停利点 你把3665的代码打进去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其他的像Tesla 这个F帽连这样的一个文字叙述的话 它自动会跳出来 你不用操作 它有声音啊 我们把它设计成有声音 会自动跳出来 那这个点我昨天也跟大家提到 前天也跟大家提到 这个点在昨天也跳出来的 我们也有相关的文字跳出来 也就是说 我们看好Tesla的长线大多头 它只要没有做头下来 对于F帽连就是有买 这里有一个箭头 有卖 所以我说过 这样的操作很简单 你不要拿到一个操盘工具 还要看什么主力进出表 还要看什么KDRSI 还要看什么量的 都不用 都不用 因为这里已经包含一切了 告诉你方 这个操作的模式 所以我之前一直强调说 我们这个系统是简单易懂好操作 简单易懂 短多中多 内容你只要懂文字就可以了 当然它有一个停损价 当时候在五十一二块的时候 你手停损价五十块就好了 任何东西都把你规划好好的 还有这个文字叙述 那么当天在六月二十七号的时候 当天就跳出这样一档股票 这才是关键 不是像一般的操盘工具 一选择一选择股票 因为你存以技术面 选出来的股票 它会有盲点的 可能我还记得 我记得一般的软体 在六月二十七号的话呢 像这样的一个转折点 像这样的一个转折点的话 我统计过会有六十七档 可是有六十档 第二天就没动了 甚至还大幅拉回 有六十七档在这个点转折 里面只有一档 涨了一点五倍而已 所以这就是大家 选股的一个盲点 你想办要克服这个盲点 所以我之前一直跟大家提到说 我们的东西是什么 那这个来看一下 我们的东西叫做什么 操盘工具 我们的叫做操盘工具 你的是看盘而已 还要自己去解析 去找的股票里面 十七八档一堆 这个不对了 那么 相关的这个行情的分析 每天早上八点半到八点五十五分 我都会根据 这个 国际股市的什么样的架构 投资朋友再讲一遍 中国股市已经进入黄金十年 我们原则上的看法是这样 所以你要选择好的股票是 美国股市如果上涨的个股 加上大陆股市上涨的个股的话 跟台北股市哪些是联动的 甚至台北股市是他们的供应链的 所以才会出现 Tesla的概念股跟什么 比亚迪的概念股 这个缘由就是这样 Tesla是美国的 比亚迪是大陆股市的 你把这个观念绕清楚的话 我不敢说百分之一百 做股票也没有百分之一百 但是你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正如同我每天开场牌 跟大家提到 你会赚多 然后赔少 最后的状况 输赢不大 对的话就是一个整个大波段 整个大波段 你看这个整个大波段 那这个就是说 你看Apple茂连 你可以1.5倍 实微一百块来买的话 你可以赚这个15支掌停板 那么商店街是在7月29号的 这一些 这一些我们都有图表来跟大家提到 比方说我们的操作模式啊 商店街我们做的就是这一段 就做的就是这一段 商店街做的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两天又再来了 全世界都在涨电子商务 我们所等待的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服务贸易协议 这怎么过关 所以相关的股票大家一定要 要耳熟能详 比如说 波若薇 4G题材的 你做的就是什么 就是波若薇 你说老师他涨那么多 投资本最喜欢问 涨这么多 涨这么多 涨了一倍 但是会不会有两倍 我不是跟大家讲 中国五十月党国家到中青堡 短短的半年涨十倍 那你这个强者很强的观念 你不去体会 老是在买那个 陈宏 他天天在破底的 我有跟大家讲 国际相关的 陈宏的这些概念股 已经从底部上来了 可能陈宏 我要这样讲 可能陈宏 也可能会出现底部 但是陈宏的 像类似这样的一个买点 像类似这样的一个买点 并还没有出现 陈宏还是持续在走跌的 所以你当你知道国际股市 类似陈宏 或者陈宏在美国相关联动的股票 已经慢慢涨上来了 可是陈宏呢 你要把握陈宏 是这样的一个买点 一个箭头的买点 陈宏目前没有 这两天天天都在跌 连续两天跌 连续还持续破底 所以你有消息面跟题材面 要搭配技术面来进场 记得我跟大家讲的 技术面是最后搭配进场的 这个观念你通的话 整个股票市场上 你就整个都通了 因为你知道国际股市在涨什么 国际股市也许陈宏 像陈宏这些股票 已经开始做强力反弹了 陈宏可能有机会反弹 可是国际股市 像陈宏这一类的触控的大厂呢 他只是反弹而已 他目前只反弹 他万一变成中长度的时候 陈宏就有机会 形成一个技术面的转强 到时候我们再来做嘛 所以一关一关都会很清楚的 而且不会盲目 不是去猜 陈宏好像跌很深 股票市场上没有什么叫陈宏 跌很深的 一千多块的股票 可以跌到个位数 你知道吗 屡屡 这个都看得到这些相关的概念 好 这个像我们也非常看好 这个金城资讯 金城资讯这些股票 当然 像这个 我说过电子商务的话 这个股票现在刚刚 最后进入最后的整理阶段 我还是强调 福岛协议对这一块 将这福岛协议 谈到这个游戏这一块 原本我们游戏软体 要安排到中国大陆去销售的话 它审查期可能是一年到一年半 这种东西是有时效性的 这一年半不知道 不知道推出多少 这个游戏软体了 一年到一年半怎么弄 现在可能浓缩到一个月到两个月 就在服务贸易协议 这个怎么过关 那怎么样跟中国股市 电子商务整个联动在一起 我认为长期的股票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 观念 很好的观念 你才能把股票做好 好 包括了在这志冠 还有包括了在京城 这些比较属于电子商务的各国 也许在这个大盘盘整过后 还是有一些表现的空间存在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韦庭 我是居然戴 我们明年见 拜拜